花蓮市長魏佳彦日前出席了 112年永鋒於南區東區籃球友誼賽 擔任開球嘉賓 為中華紫江來自花蓮台東及高雄的參賽隊伍和選手加打氣 好時市長他也借機呼籲大家 要愛惜得來不易的場地 才可以讓更多喜歡打球的朋友 可以擁有舒適的運動空間 球場上兩隊人馬進行快速攻防 讓人看得緊張又刺激 這是日前中華紫江公司在中山風雨球場所舉辦的112年 永鋒於南區東區籃球友誼賽 花紫員工很多都是年輕人 所以我們其實在場內就有籃球俱樂部 我們定期都會以球會友 然後其實希望藉這個機會讓我們有場 有台東的高雄的球場場一起來花蓮繼續去 好像前年他以前是棒球 也是籃球這次是剛好是碰到這次在花蓮這個場地 有這麼好的環境我們就來舉辦籃球比賽 今年度適逢花蓮手作風雨球場落成 中華紫江公司特別集結 花蓮台東高雄的同仁互相切磋以球會友 並邀請花蓮市長蔚家燕道場為賽事進行開球 那在這邊也要跟我們所有市民說 或者是我們所有企業如果有要辦理運動賽事 都可以到花蓮市公司做一個場地租借的一個申請 那在這邊也要跟我們所有市民說 前陣子因為場地有損傷 那未來也希望說大家都能維護 我們來之不易的一個球場 畢竟是千萬的經費 也希望說大家能夠好好愛護 中山公園社區多功能合成場域 是啟用不到兩個月的全新場地 而在日前卻遭蓄意破壞 出現騎車燒台痕跡 施工所除了立即採法律行動外 也呼籲求友務必愛惜場地 發揮公德心 遵守使用規範 共同維護運動場域